390台二手服务器同时发货 其中呢 新华三4900G3服务器是190台 戴尔的2730XD服务器是200台 以后你不要说二手服务器没人要了 你们公司不要的话都给我吧 我要 几十台呢不见少 几千台呢不见多 只要价格合适 一定收 一定会收 经常有人找我要服务器的时候 上来就说 发一下你们公司的服务器价格列表 说实话 这个东西真发不出来 因为服务器品牌种类太多了 服务器型号太多了 而且库房里面的机器进出量比较大 很有可能更整理好的服务器列表 就一会就发生变化了 就这样吧 我来说说 就是咱们常见的服务器品牌吧 你比如说 华为服务器 戴尔服务器 还有联想服务器 浪潮服务 还有那个新华三服务器 惠普服务器 IBM服务器 超微的 曙光的 还有思科服务器等等 等等 而且还有很多国产的小众服务 在这里就唯一列举了 就是太多了 你让我全部列出来 估计我也列不出来 因为实在太多了 只要遇到了才知道 还有这种服务器呢 我刚才还只是说了 都是品牌 一个品牌下 还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服务器型号呢 不应该这么说 就应该说是 每个品牌下 有几十个系列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咱们最常见的戴尔服务器吧 戴尔服务器 应该算是型号比较多的一个品牌了 我估计在戴尔上班上好几年的人 他都不一定能记住所有的服务器型号 因为戴尔服务器 他的型号种类太多了 再举个例子 比如 他戴尔服务器 他型号是这样的 都是有一定规则的 根据型号的开头首次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器 你比如这R开头的 R开头的一个机架式服务器 就像咱们常见的什么R730 R740 R750 什么R2840等等等等 这都是机架式服务器 再一个就是T开头的 就是弹射服务器 像咱们常见的 什么T440 T350 T550 T560 等等等等 太多了 再一个就是M开头的服务器 就是刀片服务器 像什么M630 M830 什么M910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带尔服务器里边 就是云计算的服务器 它是C开头的 C开头的就是云计算服务器 你想 C6320 C6105 C6220 等等 总体来说 戴尔一个牌子下面的服务器型号 都超过100种 你想想 还有这么多品牌的 型号太多了 服务器还是比较复杂 这一句话两句话 跟我说不清楚 我估计拿个X360 把全国各地的服务器型号都列出来 我估计 可能 大几千个 大几千个型号 别看服务器种类这么多 大家选择服务器容易就是眼花缭乱 容易晕 其实呢 完全没有必要 就像你在选择手机以后 是选择电脑一样 同样这个手机和电脑 它的品牌呀 型号也特别多 你很少见到有一个人去买手机去了 他在几个型号 或者在几个牌子之间来回的排环 不知道到底选哪个 对吧 就很少吧 因为大家买手机的时候 往往就冲着某一个型号去买去了 就服务器也是一样的 看起来种类那么多 型号那么多 你不知道怎么选 但是对大多数来说 大多数公司来说吧 品牌和型号根本就不重要 随便选几台都可以用 无非就是CPU不够的话 换两块CPU 内存不够的话 加几个内存条 什么硬盘不够的话 加几块硬盘 对吧 当然了 就是还是有极个别的一些公司 就可能对服务器要求比较高一些 你比如他们得存储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公司吧 他可能会选择盘位比较多的一个存储服务器 对吧 有可能比如说是24盘的 什么什么36盘的 对吧 还有一些公司是对计算计算能力 对这个服务器计算能力要求比较高的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GPU的服务器 就说实话 真正能根据自己业务 就是公司的实际业务去选择 就是适合的服务器的公司 就是很少很少的 对大多数公司来说就是 随便买几台都可以用 高配也能用 低配也能用 只要保证服务器不当机 对吧 运行速度快就可以了 对吧 你没公司选择财务服务器的时候 往往是根据什么去选择的 就选择某一种型号的服务器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型号 而不选择其他型号的呢 对吧 打在评论区上咱们一起聊聊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